好那我们这边来看一下XR对阵斗舞的第二局上半场地图是又回到了有眠阵啊有眠阵那这局的话应该两边是红夫人对拼 呃这里是搬掉了先知和搬掉了机械和前锋放出了先知这个点啊这个倒是没想到一般来说呢会更偏向于搬先知和前锋然后放机械来找机械那这样的话 可能就会存在一个对这个这个穷者阵容修机会比较快 现在的话如果但凡前期找到了先知先知不好意思剩下的几个人都修不太动啊看一下怎么刷点很关键了脸上第一个傭兵哎看见了那这边傭兵没有躲一手刚心跳如果找个角落躲一躲我说不定更有机会一点带的是追猎狂暴然后优币没有带这个拘禁狂 没有带拘禁狂祭司上来一刀没打中祭司一个洞穿好这个镜像再包过来 反身回去这个洞还能利用这个镜像可能不一定能捞得到这一刀了穿洞过来跟 第一个镜像交给祭司还是蛮亏的还是蛮亏的 这里祭司可以再打一个洞但是最好是等红夫人镜像交了以后再打这个洞 要不然的话红夫人跟你穿个洞你没洞了以后我一个心想交呢这祭司要吃一刀哎现在看有没有机会打个洞 顶鸟了顶鸟了一个鸟来顶掉这个镜像进二楼红夫人有闪现 在哎等你翻等你翻落地一刀哎呦再补啊我的妈呀这个落地刀 瞬间被秒杀祭司的祭司难受 这一波这个落地刀冬雪也是打得很拼啊但是这一波拼到了 这一波 怎么说呢我觉得祭司这里有点点堵了因为红夫人闪现是已经好的而且这个点闪我们是经过很多次的 看这波防守吧这波防守对于佣兵来说还要拖一会时间还拖时间这个屁股还不够久 绕一圈吃下药这边的一个佣兵还是比较给力的没有吃到刀好这边哎拉好距离追 救完人赶紧拉走追祭司祭司现在能溜得动吗 没办法 这个点位真的是溜不动那死小堂好死小堂好下一波什么人看情况来救吧 佣兵自在电击一定要点开但这个镜像下一波好了感觉这佣兵的电击可能还差一点点 会不会往佣兵这个方向投 因为佣兵的位置是确定的吧如果说挂上人以后我这边 能够投到这佣兵把佣兵击倒了只把整把球者的节奏就炸了 看一下这边投投谁果然是投佣兵 佣兵提前拉开佣兵这边反应也是挺好提前拉开 那这边反手过来投一茬的先知一茬也拉开球者那边爆点的报是挺好的对吧 因为北离坐在椅子上面吗记住在椅子上面可以叫哎这个往你那边投了往你被投了注意好这边吃一刀把人救下来当面下铲 下铲呢下铲呢 哎还行啊这个下铲有点有点让人心跳的感觉万一这吃一刀这 守护人没了那这局可能就真的没了现在的话 佣兵守护两个人找个机会摸一波 哎哎红夫人这边被车撞了 但北离这里有一个洞打下来看一眼红夫人还在这里 哎看看你我在穿洞回去 手上还有一个洞啊这边红夫人穿洞上去那边翻窗 下来然后绕一圈二楼的这个点对于祭司来说还是有很多的 那个可操作性的 镜像的话现在是好了镜像怎么投 这个窗口翻不翻又是这个窗口 求稳一点打洞下去对 你反正手上还有洞打洞下去 包 回 包 落 哎呀打到了这个洞如果再能下去的话这一把 就 哎怎么说呢想要三跑还是有点难还是有点难毕竟这个祭司上挂飞电机也是完没有完全压好的 但是祭司这一轮通过这个上下点的是把前期所有的劣势已经是全部拖了回来 那么现在的话只要但凡把这傭兵摸满现在77摸满以后的三个满血的人 红夫人想要守电机也是不太守得住的因为这边不存在一个非常近距离的三连了先知这边脚步压一压 地窖口先排好待会开门站再看嘛 两个人修两个人修先知哎这个位置 吃一刀 没吃到先知能不能吸鸟 好这个时间点红夫人有闪现的要吸鸟难度有点高难度有点高红夫人这边如果追求节奏的话可能会快速的闪现过来追一刀 但是他如果看到电机在动的应该能确定在电机可能能修好所以说这闪现留着打开门站是比较稳当的东学这边 还是经验比较老道没有急着去 反正我只要不要让你吸到鸟就行了跟你保持一定的距离电机直接点开好 好那死追这个先知了 这局的核心看点在于这个先知能不能吸出一只鸟跑地窖 先上二楼有闪现的板子下掉这边闪现一刀拿下不给你机会 这里 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能扛一刀两个护币一个有铲子 镜像头 交铲 要追傭兵 傭兵一个护币拉走 开门的话这个活还是交给傭兵是比较好的 什么人的话这边是切了一个插眼 什么人 什么人这边要躲的话躲这些像傭兵得过来捞人了 因为捞下来捞下来 要不要帮忙扛一刀看一下闪现是没有的 一刀没打中先知吸吸吸我吸我吸我吸 扛刀扛刀扛刀 先知有加速走 但是侯夫人这边一个护币想要帮忙扛刀 哎呦 施消耀这一波好帅呀这个护币要是能帮忙扛上这一刀板子一下过来 砸个头一个翻板加速三跑了 这个护币扛住这一刀就真的天秀了 虽然说穷者 这边机会本来就不大 想争取一个三跑但是这波真的是让人看到的机会 好惊喜 太帅了这一波 兜学这边其实也没办法 因为抓祭司上下楼的话祭司只要不给机会 还是很难的